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來玩三國治幻想大陸 那今天 我想來拼拼看董白耶 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樣玩女團 很猶豫要抽姜瑋還是董白呢? 那這一集我們就來討論一下吧 請大家先幫忙跟訂閱 開啟小鈴鐺推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那我開始吧 首先喔 這個第二章的角色我在很久以前就有出影片稍微介紹過了 女團的話基本上不管什麼隊伍都是抽姜瑋就對了 但是因為姜瑋這次像夏侯敦專武沒出 還有蠻多角色專武都沒出 所以一定稍微有影響到啦 但是姜瑋基本上我還是可以說他非常非常的強 一定是第二章必抽的角色 這個其實不太需要討論 不管是現在還是在未來 姜瑋還是強到爆炸 但是呢你就會想說那董白呢? 董白也不弱喔 各位 依據很多玩過日版大佬的經驗呢 董白還是能大幅度的提升女團的強度喔 但是呢 這就關乎到我們的口袋深不深啦 如果這兩隻都要抽的話 其實要花的費用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其實這幾天也一直在思考 董白到底要不要抽 那像我現在Pickup券才累積到150幾張喔 其實單抽一隻也抽不到五火 那接下來累積個一陣子 好了 累積到兩三百張可能 才比較有機會把一個角色升到五火 所以如果還要抽董白的話 其實我還要再多付一筆費用 還要嗑一筆金啊 其實也是不便宜耶 但是呢 大家看看董白的一個角色設計 我覺得蠻有特色的 而且又有他的強度 所以我有點忍不住了 再加上我不想要第二張過後呢 我還在後悔沒有抽董白 董白雖然強度沒有高到非抽不可 但是呢 像草皮 草皮我其實有一點點 一丁點後悔 真的草皮還蠻好用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抽董白啦 各位 150張的皮克券 還有這個 這個遠征券我已經抽掉了 我只有幾十張而已 那只抽到了一隻丁縫 七死 好啦 不管 我就是要抽董白 來 各位 再一抽我就可以得到SSR了 單抽 單抽 董白 GO 拜託拜託 給我董白 給 我 董白 就一隻 就一隻 水啦 董白 讚讚讚 好我們繼續開抽 5抽 SKIP 給我多一點 多一點碎片都好 多一點碎片都好 我們 大家可以猜猜我現在 這150抽抽完再加上 自選 到底可以上到12火嗎 唉唷 又出董白了 讚啦 拜託拜託 讓我出多一點 出多一點 不要一直保底拜託 拜託拜託拜託 應該可以上的一火吧 一火應該是可以的吧 是吧 拜託 讓我出多一點 董白 中 水 喔 讚讚讚 來啦 來啦 讚啦 再出 哎呀 碎片多一點都好 碎片多一點都好 來 10個 該出了該出了 呃 欸 有自選了 30個 再18個 差不多了 差不多該出貨了 出貨 哎呀 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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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這次運氣沒那麼好了 快保底了 天啊 出貨啊 出貨 欸 25個碎片也是不錯欸 只是沒出貨 哭啊 哇 那 再三抽一定有SSR 那這個就是保底了 出保底 咦 哇 怎麼是殷跡啊 哭啊 怎麼是殷跡 啊 靠 腰 來了 董白董白 董白 來 董白董白 給我董白 給我董白 水片不錯啦 但是 我想出一整支的 董白 董白 哇 董白拜託拜託 多一點 呃 姜瑋 好啦出姜瑋也行啦 好不好 也可以 好不好也可以 好啦 這個歪的還行 不錯不錯 董白碎片 大家不要覺得我 其實運氣還不錯 為什麼要一直哀 因為 我們是小隻玩家 小隻玩家 當然是想要越好運越好 好不好 所以 給我董白 幹 怎麼是乳術啊 不要歪 拜託 不要歪 不要歪 給我 董 白 漂亮 哇 水啦水啦 出董白就是讚 還有20個碎片 讚 再出董白 再出董白 歐一點 歐一點 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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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董白 姜瑋也行 拜託 出貨 哎 還是沒出 14次 出貨了 還是不出 出貨 哭啊 哎呀 又到保底了 出貨董白 不要再乳術了 不要再乳術 喔 幹 乳術給我沒用啊 我是女團 給我董白 董白 董白 小孩子 快抽完了唉 各位 快抽完了唉 董白 再出 董白 喔 水片滿多的 不要再給我 乳術啦 不要再乳啦 不要 在 爐了 董白 漂亮 漂亮 可以啦 再出一隻怎麼樣 剩下13抽 再出一隻 不要殷跡啦 怎麼殷跡啊 哎喲 8抽 出一隻 董白 讓我貪一點 出一隻 哇 沒了 沒了 沒關係 我們看可以升多高 啊 董白在哪 來 我們看可以升到多少 會不會 五星都不到啊 糟糕欸 這可以上到多少啊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四星 成功四星 漂亮 五星 五星不夠 我們就只好用這個自選碎片啦 40片 多少 五星 差 115 上一火 來使用碎片 多少 115 剛剛好 讓他上到 哭啊 結果我這個互動事件 今天被刺兔自動挽走了 所以我今天上不了一火 頭痛啊 哎呀 大家要抽之前記得刺兔這個要關 明天才能上一火啦 那所以 果然跟我預估的差不多 150張的 PK券左右 是上到的一火 那要上到五火 我覺得起碼要再一百張吧 那一百張如果每天買這個 商店的話 還需要十天 一天一百塊 買那個十張 所以 我應該還要再花一千塊 才有辦法湊到 一千多塊才有辦法湊到五火 再來 我們也是要每天買 因為還要抽江維 所以這個每天的PK招募券禮包 一定要買 那大家用現金券去買的話就會比較便宜啦 那第二張還有46天如果每天買的話呢 應該可以再買個400多張 應該是可以湊起江維跟董白的抽數的 所以這兩隻都想要的人 記得要每天買 但是每天買 就是一個缺點就是要比較晚才能獲得啦 你要湊到一定的抽數 可能要過到一個多月去了 那如果要直接課金 買這個比較多抽的 就是要花比較多錢 但是可以比較快拿到 可以比較早享受 不然 抽完都已經到 快到第三張去了 那大家也別忘了在兌換商店的遠征武將這邊 往下啦 就會有這次第2張的角色啦 那像江維我已經買起來了 董白 會開買 這裡 一週可以拿到20個碎片 別忘記囉 這裡很容易忘記 那其實董白的能力就是 很像英雄聯盟裡面的蠻王啦 可以鎖血 還是有一定的強度的 女團 抽他還是會有 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且我覺得 他的造型算好看的吧 雖然我本人不喜歡這種 有點併交併交 有點 有點加久的感覺 但是呢 我覺得他人物設計還是蠻好的 還是蠻漂亮的吧 還拿著一根大棒棒 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 抽 董白的一個過程啊 那我是覺得 我今天抽的出貨率還不錯 但是歪了蠻多隻的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抽的 比我歐比我好 那我之後如果把他抽上無火 也會跟大家分享 他的使用心得 對於女團到底強不強 值不值得抽 如果在考慮還在觀望的人 也可以等等我的心得 好啦 感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 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